孔的女儿是不是享有优先接种的特权呢 那当然美国出现这样的一些争议声 也是因为目前的疫苗紧张 而且这种疫苗紧张呢 在这周里可以说全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英国卫报认为 这和美国在这周里突然宣布进入假流紧急状态是有关系的 卫报认为美国这样做呢 不光是让美国也让全世界的民众都产生了一种猝不及防的感觉 容易陷入不必要的紧张 万圣节 不不 这不是我们的万圣节化妆 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更是直接把应对假流 成为奥巴马总统要面对的 除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外的第三场战争 塔利班 你们已经被美国士兵包围了 赶快投降 他们中有人得了假流 好好好 我们投降 看起来各国政府现在都要积极 应对假流 而且应对的不仅仅是假流的蔓延 还有民众的这种不安全的心态 那么在社会层面的假流的这种蔓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一周来自体育界的一些消息 别再在球场上吐口水了 本周在两家英超球队都发现了假流病例之后 英国人开始要求这些球星们改变他们在球场上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而在美国呢 NBA的球员们 我们知道他们通常庆祝的方式就是拥抱握手 现在也已经变化了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卫生的这种互相鸡拳示好 而最大的变化呢 是出现在了这一周墨西哥的球场上 由于本周墨西哥再度进入了假流的高发期 墨西哥职业足球联赛就不再受票了 也就是说球场唱起了控成绩 看台上一个人都没有 球员们踢球就像是自娱自乐一样 当然没有人去看球 肯定会给赛事带来不小的经济损失 而就全球范围而言呢 这种假流的蔓延也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后果 而这对于刚刚呈现复苏迹象的全球经济而言 真的不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现在应对假流不仅仅是在健康卫生领域 索马里海盗卷土重来 海上逃生悲喜剧再度上演 稍后请看本期故事海上劫难 本周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一对英国夫妇的命运 被很多人关注着 海盗声称如果任何人发起营救的话 他们就会马上把人质杀死 而在前天也就是10月30号的晚上 人质已经被劫持了一周之后 海盗又提出了索要700万美元赎金的要求 而对于这样的要求 英国政府立即予以拒绝 所以一时间被劫持的英国人质 钱德拉夫妇似乎已经命悬一线 面对海盗巨额赎金的要求 英国政府明确表示 不会对海盗做出实质性让步 也不会支付赎金 钱德拉的家人一筹莫展 因为他们也并不宽裕 钱德拉夫妇来自英国肯特郡 丈夫保罗59岁 妻子丽丘55岁 三年前退休后 夫妻俩花钱整修了游艇 开始了环球航海旅行 自三月份以来 他们就一直在塞士尔群岛周围流连忘返 10月18号 上周我们沿着马赫岛的西海岸航行 又去了我们很喜欢的几个地方 比如落奈